你进步的速度取决于你复盘的能力 马云曾说 90%的人重复了99%的错 时间全都浪费了 有效的复盘能让我们避免重复犯错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 公认、好用又高效的复盘方法 第一个是PDCA寻反法 其中P是计划 指的是我们某次工作当中的计划 或者是活动计划 D代表的是执行 指的是开始执行计划当中的事 C是检查 总结这次执行计划的结果 找出问题 A是Action行动 对检查的结果进行处理 成功的经验予以肯定 失败的教训加以总结 避免重复失败 就这样能先建立起计划 然后我们开始执行 在执行当中检验 发现问题 然后改善检查出的问题 再把没有改善的问题 带入到下一个循环当中 就这样形成了一个PDCA的循环法 第二个是KISS复盘法 K代表的是需要保持的Keep I代表的是需要改进的Improve S指的是要开始的Start 最后一个S指的是需要停止的Stop 在一个项目结束之后 我们要开始总结出好的习惯 需要改进的流程 比如说缺少了什么 有什么事情需要停止 这就是KISS复盘法 第三个是KPT的复盘法 K指的是需要保持的地方 P代表的是这一次发现的问题 比如说Problem 那下一次解决的部分 T代表的是尝试Try 列出几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下次尝试的时候 用这些方法去解决 大家需要注意 这些复盘法都真实的有流动性的 第一次的复盘都基于前一次结果 然后做出调整 带着新的问题进入到下一次复盘 这样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规划 越来越清晰了 执行力越来越高 如果你也想过 长酷感强的人生 就开始一天的复盘吧